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微觀時事評論 微觀帶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黨官們憂心忡忡過生日 中共國的十一就要過去了 關注中共高層十一活動的觀眾可以看到 今年的中共高層舉辦十一奪權勝利的活動中 沒有見到一個人露出一絲笑容 出席活動的高官們要麼是憂心忡忡的樣子 要麼是板著面孔 要麼是沮喪著臉 整個呢 似乎就在吊喪似的 很多地方上也是停電拉燈 或者是限電 停止任何的娛樂活動 倒是有個別的監獄或基層企業警局中 有放鞭炮慶祝黨生日的 古往今來 哪有組織在慶祝生日時 籠罩在一片緊張 悲情與憤恨的氛圍之中 看來中共的氣數真的是要盡了 先從中共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貝利安調查和原司法部部長 傅政華被審查調查說起 孫貝宣布罪狀長達數百字 措辭嚴厲 其中團團夥夥 誠頗做事的表述 被坊間理解成搞團體政變 傅的通報字數不多 但網民們認為 字數越少 事兒越大 但是這倆人只是副部級和部級的官弦 搞團體政變能量不夠 這種級別 即便是政變成功了 有能力擺平軍隊和平衡全國各組織團體嗎 顯然 其背後的主謀 至少有一個副國級的人物 根據他們的身官經歷 均指向了原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而孟的後台老闆是曾慶紅和江澤民 在此之前 中共剛好抓了江蘇公安廳 行政局原局長羅文進 和江蘇省原政法委書記王立科 在通報中 甚至提到 羅曾遇隊出席南京大毒殺紀念日的領導不軌 民間理解為 羅在2017年要刺殺在南京的習近平 而羅與王的背後主子也是孟建柱 那麼這段時間 江派人馬是睡不著覺了 習近平這邊一直以林彪 王明等分裂黨中央來敲邊鼓 江習之間面臨公開攤牌 因此 還有什麼活動會讓頭頭腦腦們有笑臉呢 在北京大會堂舉辦十一招待會上 習近平整個過程講話聲音都帶有悲情 背後的李克強 栗戰書 汪洋等人也是黑著臉 近500萬中外人士 哪一個敢露宿一絲笑意 今年的十一高官活動是在恆大爆雷 中國經濟最大灰犀牛 和史詩級的泡沫房地產雷聲不斷 中國金融業和上下游企業雷麥影子不斷晃動 消費和投資幾乎啞火 江派的白手套 科技界 經濟界 娛樂界等人馬 像馬雲 趙薇等人不斷被矮整的背景下召開的 本來這一切都是預示著中共內鬥 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階段了 而中共卻還要全國歌頌黨的偽光證 看軍機密集飛到台灣海上空去 巫人機編織成孟晚舟的頭像升到深圳的夜空 祖國多強大 我黨多厲害 那些分不清中共與中國的小粉紅與大粉紅們 像喝了孟婆湯似的不斷高潮 黨啊 團結 正確 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而只有中共的高層官員們知道 這個黨能哪一天是一天 連把矛盾轉移到台灣和美國的機會恐怕也沒有了 其實呢 中共內鬥從十多年前已經早已公開了 可笑的是 傅政華當年曾是周永康 薄熙來的非政治組織的議員 因為出賣周永康取得了習近平的信任 而被提拔為北京公安局局長 不料 他本身一直就可能是潛伏在憲政變政權中的議員 真是中共內部比好萊塢還要好萊塢 再翻開孫婦的履歷 發現他們都是中央610辦公室的成員 610辦公室是江澤民在1999年設立的 專門迫害法輪功的蓋世太保組織 他倆早被海外追查國際列入追查名單 筆者發現 凡是被列入追查國際名單的中共官員 遲早會出事 如前中共中央610領導小組組長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中共前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前公安部副部長李東升 前中共中央610小組副組長 河北省常委周本順 前中央610小組副組長 前河北政法委書記張岳 前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彭波等等 都是榜上有名 如今 卻都在監獄 這些人經歷大聲告訴中共國所有的 官警司法政法系統和其他各類人員 不要做江曾和中共的打手 不要昧著良心迫害中國的善良百姓 其實呢 不只是周永康、薄熙來、孫立軍 這一連串政法政變背後的主謀 是江澤民、曾慶紅 還有如蕭建華、許家印、馬雲等商業、金融、企業 科技數據白手套洗前機背後的主子 也是江曾 還有如趙薇等娛樂界戲子背後的服務對象 也是江曾 原一點說如郭伯雄、徐彩厚、軍政背後的主子 也是江曾 又如石油幫、香港幫背後也是江曾 凡是貪污腐敗、政變、製造經濟、社會動亂 賣國、淫亂等等背後查下去 都能查到其背後的主謀都是江曾 那這樣的禍國央民的黨魔國央 為何不早點抓起來呢? 根據明慧網報導 傅政華在擔任北京市政法委副書記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中央政法委 和中央610辦公室司法部任職期間 全國 特別是北京 有大量的法輪功學員被抓、被非法判刑、被迫害傷亡 難以統計的家庭被家破人亡 科技界發現天上星星在不斷解體 有些本該發生在地球上的小星體撞擊 發生在其他星球上去了 地球災難一次一次被化解 古往今來很多東西方預言家也曾預言到 人類進入新世紀以後 會有大量密集的災難性死亡 甚至有時事九空的說法 有正信信仰的人曾經說法輪功是來救世的 因此很多災難被化解或改變了 那如果是這樣 那麼中共以及那些迫害法輪功的觀景們 是因為法輪功的傳世 使他們如今還能活在世上 那他們為什麼不但不感恩 反而要迫害呢 如果他們自己不要未來 那惡報道來不是天理的彰顯嗎 其實現在中國普通民眾們 是多麼盼望江澤民、法人類集團 快點被繩之以法 從孫富被抓 有基層幹警和監獄放鞭炮 就可以看出來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點讚、轉發和留言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